黑色盒子配上红色缎带 陆军金防部公布照片 说是25日清晨在二登岛码头试货 研判是无人机从市区范围外投时 谁做的 有对外网友贴出影片 先包装写着简体字 所谓的政治标语 不要为台独卖命之后操作无人机 农物弥漫二登岛周边 这架无人机就这么绕着空拍 随后把盒子往下丢 为典型认知操作伎俩 防区已完备重要设施及阵地伪装 自威胁程度采取适当反制 不会随之其武 只是外遗岛之前 不是才被分发干扰设备吗 这次是恶作局的盒子 若对岸未来投职爆裂固怎么办 本土部队必须给它最优秀的装备 包含透归的雷达还有反制措施 这方认为的认知作战 还有自称是战机飞观的网友 日前在滴卡上发文说 今年队里很多飞观暴退 甚至有年轻飞观宁愿赔三百万 也要走 因为受不了每天被操到爆的生活 空巡而始入深夜 紧急发信号稿指出 网络内容并非事实 不排除是敌人认知作战伎俩 而自2020年起签订续服契约 每年签约及离退人数均呈现 常态分布五异常现象 面对中共围台军演 我军日前曾贴出F16V 狙击手夹舱拍下的共击 专家指出这可不是一般的 歼16而是歼16D电战机 其实是两方在做互相比对 跟所谓的较紧 就是你方 我们看得到他们的战机 但是他们也用所谓电战能力 来干扰我们的战机 两个案件把弩张心里站上 你认知我 我反制你 TVBS新闻里果实流行听他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